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田边市 有个首先该去看看的神社 这里是登陆在世界遗产名路上的斗鸡神社 神社的名字是有这样一段典故的 你们看 也有这种神千耶 而且据说和园艺经一起打拼的武藏房变庆 也和这座神社有一段缘分哦 斗鸡神社每年秋天都会举办以变庆为名的变庆祭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日的变庆市集 来了好多人哦 说到祭典就要来提一下斗鸡神社的历大祭 田边祭 田边祭拥有450年以上的历史 是济南地区最大的祭典 祭典当中会有八台被称作玉丽的立谋 在城镇中绕行 夜里 玉丽的红色灯笼 照应在河面的景色非常梦幻 田边祭与熊野古道一同发展至今 在市区的正中央可以看到这个 这叫做稻分石 是标示熊野古道的中边路和大边路分起点的路标 古道旁的以通神社 拥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名称据说是来自一个 用蚂蚁将丝线穿过贝壳的传说 然后 在这座城市里 还有很多能感受到田边式的文化与历史的美食 进去看看吧 你好 看到以斗鸡神社的由来做主题的馒头了 然后这是以变庆为名的点心 这是这间店从很久以前就传承下来的年糕 嗨 坐坐 这些都是只有在田边式才吃得到的美味 此外 这附近还有很多自古就伸瘦往来的旅行者喜爱的点心哦 在田边式除了变庆还有很多的伟人哦 猜猜看 这间老屋是谁的家呢 答案是 明智到昭和期间一位有名的博物学者 南方熊男的故居 他不只撰文投稿报纸 杂志 也进行生物研究 自然保护活动 是位文理双全的学者 在他去世之前 曾在这座屋子里度过了25年的人生 宅邸旁边的彰显馆 保存了熊男的藏书与资料 共25000件以上 现在是研究 展示与发展书籍的熊男情报中心 和气道的创始者 芷芝盛平也来自田边式 走出市区 爬上一个略高的小丘 就来到了高山寺 南方熊男与芷芝盛平都在此长眠 世间拥有悠久历史的寺庙呢 今から ちょうど1400年ほど前 昭徳大使五早早 そして 次に 工房大使中高という 今まで 高山寺の歴史は続いております 田边市也是一座海滨城市 田边大道的镜头是扇冰 夏天作为海水浴场 热闹非凡 海鸦们就在眼前 好可愛哦 港镇 江川的街景有种怀旧的感觉 到处都是古早味的屋子 接着就要来吃吃这个小镇的名产了 这是江川炒面 可以同时品尝 荞麦面跟乌龙面的口感 分量也无法挑剔 天边湾北侧 突出的海峡 是天神奇 这里因某种运动 而闻名世界 猜猜看是什么 那边的海岸的海岸 そこにほら海岸の森がありますね この森の上に今から43年前 列荘が50個建設計画が出た その時に田辺の市民がね 森の自然を残したい 森はこの磯の生物を大事にする働きを持っていると それでは皆さんからお金をいただいて そのお金でこの別荘の予定地を買い取ろうと それがナショナルトラスト運動 こういう運動になるんですよと この風景は 運動始めた40何年前 もっと前からこの風景です 変わっていません これをずっとまた 後々の子どもたちに繋いで行きたいと声が出ています 田辺市東边 和技衣山脈的深山相連 这里是奇掘峡 流淌在奇岩奇石当中的不動瀑布 景色也是一掘 这里是冀州梅的产地 冀州石神田边梅林 这边種植梅子超过400年的農業系统 被認定为世界農業遺产 在这片梅林里生长 出产的冀州名産梅干 是这块土地的宝物 在秋金川的公路休息站 有冀州被长探发现馆 这一区是冀州被长探的起源地 现在仍用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方法 制造品质上乘的被长探 和梅子并列田边市民产的橘子 这里一年四季共栽培了80多个品种的橘子 在这个利用怀旧木造旧校舍改建的设施里 可以认识各种品种的橘子 以及历史 另外还可以跟在地的居民交流 享受农耕体验与制作点心的乐趣哦 田边有一个太阳下山之后开始活落的区域 就是田边车站前充满昭和风情的味光路 马上来一趟只有在田边市才吃得到的美味吧 这间日式料亭看起来很有历史哦 让我们进去瞧瞧吧 晚上好 也太豪华了 是靠海的田边才有的哦 为光路过去曾被叫做不孝路 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饮食街 大家都在享受属于各自的夜晚 哇好开心哦 今天带大家走过了拥有各种魅力的田边市镇 带点怀宝旧风情 还有很多可看之处的田边市 大家也靠自来走一趟吧 有点充满均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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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